昨天有一個世紀的巔峰對決 這個巔峰對決很酷 我們等一下會放影片 是誰呢 曹新城大戰趙紹康 這個超級酷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世紀巔峰對決 決戰三立之巔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畫面 我再來好好 請這個Synko來評論一下 統派跟台派的大戰到底誰輸誰贏 先看畫面 第一個我告訴你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不知道哪裡弄來的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你們就糟糕了 為什麼要糟糕 人家這個立在已經70年了 他在那邊立歸他的事情 我也沒去過我怎麼知道 我只是跟你講 就是這樣 所以說這個 保護中華民國 保護中華民國不是靠保護一個墓碑 墓碑你都不抗議 那你就承認你中華民國滅亡了 那我給你立一個碑 你不 你抗議也沒用 他們真是 他們真是嘴炮王 這兩個 勝公喜 勝公喜算是台派跟統派的大佬 我真的打嘴炮第一名 狀況是這樣 因為昨天我們樓下的節目 我真的好不容易邀到趙少康 那邀趙少康 他有夠匹配的大咖來跟趙少康對談 這個想一想去就想到了曹星辰 好 曹董也是很有尬 很有尬 直接準備好 加息要當然來照顧招待一下趙少康 結果趙少康就講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時候 因為其實有一個最大邏輯bug 就是國民黨bug 就是一邊講撼匯中華民國 一邊跟要消滅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做好朋友 這很大bug 結果曹星辰就拿出這個 中華民國公元1912年到1949年建都南京 這個牌子只問趙少康吧 問趙少康說什麼東西 哪有 我們的中華民國就已經被中國消滅了 你怎麼跟他談 那這個牌子其實坦白講 趙少康就裝死 趙少康在那邊說 欸我沒有看過你這牌子哪裡來 我怎麼知道 這牌子很有名 為什麼很有名 因為馬英九去年去中國的時候 去南京總統府的時候 就有跟這牌子拍照 就被拍照 這個牌子任何一個 我在講一次喔 這個牌子 任何一個 真的心向中華民國的人 都會覺得這個牌子 是國恥 不可能不會知道 可是趙少康在裝死 所以你怎麼看昨天這個同派跟台派對決 為什麼主權討論這麼重要 因為選總統就是在做主權的宣誓 總統他的英文名字叫President 某一個方式 某一個角度來看他就是代表國家的人 你不能期待這個人出去亂講話 或者是10分鐘前講一件事 10分鐘後馬上改口 他這樣子會怪怪的 那麼趙少康這對於主權 應該說這一組候選人對於主權的認知到底是什麼 你們放一個侯友宜當總統候選人 是不是在騙票假裝是本土籃 那趙少康是不是才是真正國民黨所代表的 所謂紅統派 或者是投降派 和談派 這個就是為什麼需要透過政論節目 或辯論會論述的嘛 那麼曹新成過去被認為是 所謂的外省的這個知識分子也好 或者是勞動也好 那來跟趙少康談 我認為是一個頻率應該相當的一場 一場討論 沒錯 那想到兩個人吵起來 趙少康到後面居然還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撥完 趙少康還指責 曹新成說 你當年不是說要辦和平統一公投 我還帶你去見馬英九 你怎麼沒有 那兩個人就真的像 兩個人看起來七八十歲 其他人真的是我覺得未傑省 你總共是外省 對 對不對 然後都失業永成 都七十幾歲 都七十幾歲 其他人是非常類似的 其實是很好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什麼叫主權 到底什麼叫主權 其實主權就是你有沒有自己的 自主的能力嘛 那昨天趙少康的意思就是說 在桶跟堵之間有好幾條路可以走 然後這個曹新成他就說 這一杯水是我的 如果我說這杯水不是我的 那每一個人都可以拿 所以他們的解釋 就是統獨是兩元論 就是這一杯水是我的 沒有 趙拉康解釋就是他辯論會解釋的啊 我跟中國 我吃牛排他吃稀飯 我吃我的牛排他吃他的稀飯 然後有一條絲要連著 可是問 對有條堪息 那問題是現在的現況是 媽的老公拿槍被我們吃死嘛 對沒有錯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我還是要跟大家 我們這邊科普一下啦 到底什麼是九二共識 其實九二共識 從頭到尾只談好一件事情 從頭到尾只談了一件事情 就叫做兩岸事務性商談 因與政治性議題脫鉤 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如果要坐飛機過去你那邊 我們不要牽涉政治 你如果要賣東西給我 我們不要牽涉政治 只談這個問題 結果在兩千年有一個國民黨的 叫舒奇 他回魂 他感應到八年前 他們 他們不知道哪裡來靈感 他就在兩千年的時候寫了一個 九二年談的就是九二共識 叫做一中各表 九二共識其實 換個方式講 用國內政治用比較年輕話來講 就是藍白河 為什麼就是藍白河 兩個人都要當大的 所以兩個人都自稱是大的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就不會合 因為只有一個大的 如果你的九二共識 是只有一個中國 那麼兩個人都自稱是中國的情況 它就不會發生 藍白河就是這兩個人都要選總統 我們要在一個正副總統的前提之下 來進行藍白河 可是兩個都要是正的 所以他們就不會合 藍白河的失敗就證明 我們九二共識走不了 所以其實吳欣應講的才是對的 你吃牛排 牛排館就沒有西飯 你吃西飯 西飯 青州小菜店就沒有牛排 你只能吃Buffet 對 Buffet才會同私用 而且那一天 那一天照照康康在講 你要吃西飯我要吃牛排 可是這個Buffet的名字叫做中國Buffet 對對對 其實他的問題不是西飯跟牛排 他們那個共識不是要吃西飯或吃牛排 他們的共識是要吃一個晚餐嘛 對 所以那個晚餐叫中國Buffet 中國Buffet的老闆叫做西飯 習近平 對 所以如果有兩個人都要搶一個位置 然後說我們的公司都是 大家都要搶那個位置 一個比賽只會有一個冠軍而已 你到底要怎麼升出那一個冠軍 只會有一個道統 對 只會有一個正統 道統 沒有錯 所以曹欣賞在跟他講的事情就是 那我們不要去跟他搶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或是中華民國台灣的獨立意義嘛 是 趙少康連這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他說不是啊 他沒有放棄我們 我們也不要放棄他們啊 總有一天我們要去跟他們拿回來啊 哇 講到這裡的時候我就已經看不下去了 這個是我以為是五六十年前才聽得到的說法 他就這樣子 這個叫做什麼 反埔歸真 反老反統 回光反照 到現代 還在做副總統候選人 這個是我認為 我覺得比較不可思議的事情 對對對 這真的很誇張 這個在生物學 生物學上叫反祖 反祖 對沒有錯 沒有錯 有時候這個孫子長得會比較像爺爺 這叫反祖